这一期峰会达成五大共识 处处抗击中共 美众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中共是全球最大威胁 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台 加强美台伙伴关系 加国将派军支援印太 抗击中共 维护和平稳定 中国跳桥事件频发 民众对政府绝望 打倒中共恶魔 征迁流言精选 三退声明精选 只要中共倒台 把中共抢的财富 全部还给人民 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问题的解决 都是一无反掌 退党数据解析 截至2024年7月13号 三退总人数已达 4亿3314万5041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退党洪流 我是孟竹 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渗透 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抵制 人们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到 中共是自由社会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 因为它的渗透是全球性的 正在企图操纵各个国家的关键产业 随着国际社会的觉醒 应对中共渗透的措施以及制裁 必将接踵而至 而在中国国内 因为经济萧条 民众生存艰难 各地跳桥跳江事件频发 民众对政府已经绝望 中共目前可谓是四面楚歌 国际社会遭制裁 国内遭民众唾弃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 已经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 赶紧加入退出中共的洪流中来 迎接一个没有中共的新中国 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 全球的解体中共红事 这期峰会在6月15日正式落幕 世界上最发达的七个民主国家的领袖们 就五大问题达成共识 联手对抗中共 在意大利举行的G3文峰会 在6月15日落下帷幕 领导人发布的联合声明 近30次提到中共 多为批评态度比以往更强硬 公报批评中共对俄罗斯的支持 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对各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威胁 在全球的恶意网络行动 在南海的军事化和激进行为 以及在西藏 新疆和香港打压人权 同时 一位高级美国政府官员 在周五告诉我们 本次峰会就五方面达成重要共识 一 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的贷款 二 要阻止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的战争机器 包括通过类似本周美国对中国实体的制裁 美国总统乔拜登 中共提供俄罗斯制造武器的能力与技术 所以中共的确在帮助俄罗斯 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 我们需要持续施压 英国和各国都已经制裁了 帮助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中国实体 G7现在也就此原则达成共识 要对抗中共不公平的贸易做法 和在战略领域的经济和国安威胁 方法包括如欧盟和美国近期 对中国电动车提高关税 四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以对抗中共对他们的胁迫性放贷 乔拜登 要把资金从数十亿提高到数亿 我们在共同展现民主国家可以做实事 阻止中共搭便车 即透过放贷从中低收入国家捞钱 五大共识中有四项直指中共 这些面向也是美国政府近期反复强调 要应对的威胁 同时拜登总统也将在下个月 在华盛顿DC举办的北约峰会上 继续推动这些议程 中共的跨国镇压和渗透 越发受到国际关注和抵制 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詹姆斯科默 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专访时指出 中共是自由社会 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 他呼吁美国政府出台 更多措施 系统性应对 美国国会驻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 詹姆斯科默强调 中共是美国的最大威胁 一直在资助美国很多非政府组织 在利用这些组织 推动美国的政策走向 渗透美国关键部门 中共正在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主要产业 我们的政府机构应该保护美国消费者 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保护反竞争政策和实践 但我们看到 我们的机构还没有认识到中共是威胁 他们当然也没有制定计划 阻止中共对美国日常生活日益增长的影响 我们非常担心 我们担心中共插阻我们的军队 国防部和情报部门 每个机构都存在危险 科默表示 除了工业和证券领域 中共还想控制美国的农业发展 中共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 操纵他们的货币 我们没有适用于中共的证券法和贸易限制 这些只适用于和我们进行贸易的其他国家 现在中国对美国和农业都有贸易顺差 对我们的国家安全来说 没有比粮食供应更重要的了 现在我们的粮食正在慢慢依赖中国 这不是好兆头 我们与中共的关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科默强调 要想阻止中共 首先必须认识到中共威胁的严重性 不仅看到表面现象 还要看到其幕后的真实意图 科默提醒美国人 和中国企业做生意时 别忘了是在与中共政府做生意 而不是和中国的私营公司 因为在中国私营公司太少了 他还警告其他西方国家 中共的渗透是全球性的 他企图操纵各个国家的关键产业 我们已经看到中共有一个全球战略 他们称为一带一路 介入而且事实上 想要接管不同国家的经济 从基础设施到能源 采矿 每个关键行业 无论他们投资什么都是这样 中共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利用债务陷阱向这些国家借钱 它知道这些国家永远无法偿还 5月27日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率领的国会跨党派代表团 在台北会晤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 对新政府表达坚定支持 这是赖清德总统上任后 首个到访台湾的美国国会代表团 访团成员包括 民主党众议员吉米·帕内塔 克里斯·胡拉罕 共和党众议员金应玉 乔·威尔逊和安迪巴尔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我们在此不仅作为共和党人或民主党人 而是代表美国人民 坚决支持这个美丽的岛屿台湾 在赖清德新政府上任后不久 5月23日至25日 中共在台海及金马周边地区 发动海陆空联合军演 对台湾进行军事恫吓 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赖清德 期盼未来在各位议员的支持之下 美国国会持续通过各项立法作为 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 增进台美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美国国会台湾核心小组共同主席 美国众议员巴尔 在双方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 美国国会台湾核心小组共同主席巴尔 美国台湾或世界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怀疑 美国维持台海现状与和平的决心 美国全力致力于威慑中共 在军事外交和经济上支持台湾 在访台期间 美国国会代表团还将与台湾 高层官员及民间人士会晤就美台关系 地区安全 双边贸易和投资 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6月2日 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国防论坛上 加拿大国防部长抗议中共干扰 渗透加拿大 同时提出对中共扰台等话题的担忧 未来几天 加拿大将支援印太战略 促进区域和平 6月初 加拿大国防部长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国防论坛 与中共国防部长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会谈 他抗议中共干涉加拿大选举 干扰华人社区进行间谍活动等 同时还提出了中共老台的话题 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说 我表达了我们对中国最近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的担忧 由此可能导致的潜在挑衅行为 以及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越来越多经济支持的担忧 同时 加拿大国防部长还发布声明 将在未来几天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Bill Blair还说 本周加拿大的温哥华号军舰将从我国太平洋海岸出发 在本月晚些时候 与其他28个国家的海军部队一起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的训练 这次军演将有29个国家参加 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联合海上演习 目的在于提高跨国合作战斗能力并建立信任 演习结束后 加拿大海军舰艇将前往印太地区执行任务 维护这一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近期中国多地密集发生跳桥事件 山西太原市13天就有11人跳桥自杀 多地政府紧急增设守桥园防止有人跳桥自杀 重庆市民蒋先生表示 现在大陆社会矛盾很严重 到处维稳 维稳成本太高了 蒋先生表示 重庆以前很繁华的商业街 现在都整排整排的倒闭 现在全世界也不跟中国玩了吧 政府倡导所谓的大循环就是闭关锁国 山西退休职工孙女士表示 他们那儿好多厂次倒闭 老板负债很多 职工下岗了也找不到工作 孙女士说 虽然她已经退休了 但是感觉生活没有盼头 福建教培业的李先生说 现在全国经济都不好 他们夫妻两人上班 感觉压力也很大 那些90后的年轻人连婚都结不起 孩子也不敢生 很多公司都开不下去了 各行各业都是垂死的挣扎的状态 我做的是教育行业的 也不好 广东民众余先生告诉新唐人 中共经济数据造假 官方公布的数据越来越好 实际上中国经济是越来越糟 他居住的商业步行街 一天到晚 商店里没有几个人进去 于先生表示 那些跳楼自杀的人 都是对中共政府绝望了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 在2020年6月份发起 打倒中共恶魔网络征签活动 截至2024年7月13日 网站上有超过29种语言 30多个国家的超过440万民众 在征签网站上签名 留言 发表他们对共产邪恶主义的唾弃和厌恶 这些留言是摒弃中共的声音 是对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新世界的期盼 现在是时候认识到中共 在中国及其他国家造成的损害了 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我们就是允许自己视而不见 并说没关系 我们需要对所发生的事表明立场 中共应该为他们的恶行负责 澳大利亚米歇尔 中共的所作所为是残酷的 不人道的 德国莫妮卡 2004年以来 每天都有大量民众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发表三退声明 如今 在天灭中共历史大潮的引领下 全球都出现了清除共产邪恶主义毒素的各种行动 各国纷纷纷联手 反击 围剿和瓦血中共的渗透 民众对共产邪恶主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这些声明是生命觉醒后发自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退团 我是江苏某城市的一名普通上班族 大学毕业两年了 在之前由于血党的洗脑 让我真的以为中共是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 因此在初中的时候 听到老师宣布招新团员的时候 我是全班第一个写入团申请书的 上了大学 本来也想尽早入党 但因为成绩不够 没入城 当时我还为此难过了几天 但是自从我大学毕业后进工作岗位 我对中共的美好滤镜在这一刻被打破了 之前我以为996只是个例 但连我这样一个985毕业的大学生 996都是常态 有时甚至要工作到10点多才能下班 所谓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几乎就没享受过 更惨的是工时这么长 工资居然连4000都没有 工资不增反跌 物价房价却一年比一年高 现在我甚至感觉自己天天像牲畜一样干活 就只是为了自己饿不死 但中共真的关注过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吗 完全没有 财富被中共高层贪污和撒币给非洲后 留给老百姓的屈指可数 现在中共就连人民那一点财富都要用高物价高房价 科捐杂税来剥削干净 就在这种劳工生活不如牛马的环境下 中共居然还想让我们生三胎 消费买房 真是可笑至极 只要中共倒台 把中共抢的财富全部还给人民 国家和人民面临的问题的解决都是易如反掌 但中共不倒的话 这些全是纸上谈兵 很多人以为习近平去世换个人就会好 但中共那些官员有一个好人吗 哪个中共官员没做过恶 换谁不都是一样 只有中共倒台 中国才会好 而这也是我的愿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推翻共匪 最后我郑重声明退出共青团 与邪党断绝关系 声明人张伯 2024年6月2日江苏 退团退队声明 学生时代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 服输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 现在正式声明彻底退出这些组织 当时的宣誓完全作废 今天了解到天安门自焚等真相 知道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标准的 这个信仰非常好啊 共产党对法轮功诬陷 把真善忍作为打压迫害对象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这是共产党颠倒好坏 祸害人民的又一个例证 声明人刘婷随力 2024年5月8日深圳 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社论 九评共产党后 在全球退党中心网站 发表声明三退的人数 每天再持续攀升 其中包括中国大陆及世界各地华人 截至2024年7月13日 已达4亿3314万5041人 下面请看退党数据解析 自2004年11月 大纪元发表系列社论 《九评共产党》以来 即开启了中国近代史上 最重要的良知觉醒运动三退大潮 在波兰壮阔的三退大潮中 总人数突破1亿大关 用了6年8个月 突破2亿大关 用了3年8个月 突破3亿大关 用了35个月 不足3年 突破4亿大关 用了4年4个月 截至7月13日 三退总计人数为 4亿3314万5041人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期的退党洪流节目 就播送到这里 感谢您的支持和收看 如果您想联系我们 或者想发表自己的回馈和意见 请您在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请寄电子邮件给我们 邮箱地址 tdhl0808 at gmail.com 观众朋友们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